由攝影人當中去了解背後的故事跟文化 這才是真正的藝術 分享給大家 哈囉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帶你們來一個非常特殊的地方 這個是我平常會來練功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你們一定不知道在哪裡 那現在我也不會告訴你 原因是什麼 你要看完影片你就知道我在哪裡 我們進去貓村一定要注意的幾個要件 先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貓村這個地方是屬於比較鄉下的地方 那這邊比較潮濕 所以說就會有蚊蟲比較多 所以大家要記得要帶防蚊液 除了這之外還有一個地方 這個在什麼 大砲 貓一定要大砲 你要知道這邊的貓跟一般的貓不一樣 這邊的貓會偷看你 他會跑的 他不是不會跑的 他跟活動的貓是長很多 來這邊必備的就是 長焦鏡頭 那長焦鏡頭我們要知道一點 在這邊長焦鏡頭手持的情況之下 我們必須怎麼樣呢 必須要高速快門 所以建議大家 在貓村拍照 第一個你們要注意什麼 記得帶長焦 還有把你的相機設定為 TP模式 什麼叫TP模式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S模式 快門優先模式 你把TP模式設好之後 把速度放在五百分之一秒 或兩百五十分之一秒 你手持才不會震動 記得把防佐證打開 把防佐證打開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拍貓了 那進來貓村 這個是貓村的入口 等一下你們會發現 很多貓在迎接你喔 我們今天要拍的是 可可蘇的機器貓小叮噹 漂亮的貓 來呈現給大家 走我們進來看看吧 我們這裡貓村這裡 有很多像類似這種 三角屋頂的 在民國六十年代五十年代的 這些建築物 那這個是我在拍主流作品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環 就是所謂的大景 王角景喔 你們看一下這個 三角形這個屋頂 還有屋頂之外有那種小窗子 是非常漂亮 再配上這樣的藍天 是非常好的 那記得來貓村拍照 盡量選擇什麼時間呢 選擇下雨過後的黃昏 譬如說在四五點的時候 為什麼呢 因為貓村的 有一個特性 這些人貓一定在下雨過後的時候 四五點的時候 他會出來祕食 祕食的時候 貓是最多的時候 那時候你在拍照 除了可以拍 貓之外 下雨過後還可以拍到 下到這種場景 這種屋頂 這三角屋頂 窗子 門 花都很漂亮 那我們現在開始 要進入拍貓的 的一個 一個狀況 走 我們走吧 金手 喔 剩金手 他的名字喔 要把金花叫青 喔 金花 這隻貓比較肥一點 這隻貓比較肥一點 顏鏡就張開了喔 貓很笨 對對對 這隻貓 這隻貓比較不怕的 這隻貓可能是家養的 牠們直接家養 這隻貓很漂亮喔 這隻貓 在偷看我這隻貓 這隻貓 哇這隻貓跟老虎一樣 很漂亮 你看 這邊的貓都很怕人 牠都偷偷在看你 所以你在拍照的時候 你要特別小心 慢慢慢慢 跟貓一樣的速度走進去 走過來就趕快拿幾塊門 就趕快拍 高速快門拍牠 拍牠的時候 你可以做個動作 我常常會這樣子就 嘘 貓好像會馬上回頭來看你 那回頭看你的那一瞬間 就是你按下快門的瞬間 這是最自然的貓 貓如果不怕人 就不好看了 就是要拍那種神秘 又想偷看你的那一種神秘 這才是拍貓的精髓 那這裡都是貓 我們剛進來已經看很多了 那這裡有一隻保護色的貓 你剛偷看我都沒看到 我下拍你喔 來 下巴抬高一點 這隻貓真漂亮這隻貓 你看那個貓 這個黑白貓 你有保護色 所以我剛沒看到你 來 這邊的貓很自然 你只要 你只要不要去欺負牠 牠基本上都會很配合你 偷偷的看你 這就是我們要拍的貓 那這樣子的貓 才會符合我們要的那一種神秘感 像你看這隻貓 它現在這樣子 你看 回頭看你有沒有 對 就回頭看你 其實要有一點耐心 你要自己有一點耐心 尤其在基隆貓村這個地方 隨時都有貓出現 但是在拍貓的時候 一定要記住 跟牠保持好距離 這裡面有花貓 黑貓 斑蚊貓 哇這個姿勢好美喔 拍貓還有個技術就是說 你可以利用這一個 把它眼睛擋一半 擋住一個一半的眼睛 會看起來比較神秘喔 我現在馬上換個姿勢拍牠喔 感覺好像牠在偷看你有沒有 我利用這一個 把牠的下巴擋住 只露出兩個眼睛喔 OK 牠現在在偷看我喔 這就是我們今天拍貓的技巧 我們來基隆貓村這裡拍照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要拍 因為這邊是靠馬圖 買頭 以前買頭的工人 都躲在山坡上 所以說常常會有這種場景 樓梯平台 樓梯平台 那小時候我們玩的地方都在 樓梯平台 樓梯平台的那個位置 因為沒有空地吧 在基隆的小朋友都是這樣長大的 啊那個我們在我們俗稱的叫什麼呢 叫做 Kamata 什麼叫Kamata 就是樓梯平台的地方叫做Kamata 那小時候都在那邊玩耍喔 那今天這個也是我們 包村整個的拍攝的重點 除了拍貓 那拍人文之外 我們要來拍一下這個我們裡面的巷弄文化 那巷弄文化最主要的就是 像這個很有造景的這個樓梯 是很漂亮的齁 那我們來看一下 除了貓之外 我們還可以拍什麼齁 來這邊一定可以讓你們拍的滿滿的一天 走 我們來看一下還可以拍什麼 走 我最喜歡來貓村拍什麼 拍像這種樓梯 欄杆 我常常拍這樣子的照片 就是要拍類似那一種星象造型 那這邊的樓梯都是那種彎圓 彎圓一層再一層 那這個也是非常拍好拍攝的一個題材 這個像這種照片用廣角鏡去拍 那個欄杆的誇張度跟樓梯的那個階梯感 是相當強烈的 這就是攝影作品當中所謂的張力 攝影的張力 在這邊可以看到很多的欄杆 跟很多的樓梯 那這些都是一些好作品的一個表現張力 張力 這張力非常重要 那這種作品在這個貓村是隨處可見 這貓村除了樓梯 彎圓之外 還有門窗都是相當有特色的 走在貓村的巷弄裡面 隨時可以看到驚奇 你看一下 這兩片黑色的牆 中間這個走道的尾端 是一個白色的建築物 而且是斑駁的建築物 那斑駁的建築物又加上藍色的窗框 加上那個斑駁的牆面 跟一個瓦斯桶 那整個畫面就非常非常的有 藝術的那種氣息在 那其實很多的作品當中 都在生活中的不經驗 不用去刻意去營造一個作品 反而是越簡單 越生活化的才是好作品 那這張作品 在整個畫面當中 整個貓村行程當中 是一個非常經典的 就是比較有跳動 比較有突出的 這樣的一個構圖作品 這洞鋪廳很難得的 有這種山路在做的 這種廚房在做的 這種廚房在做的 這邊也有的 我才有倒在的 有喔 這裏是洞鋪廳 洞鋪廳齁齁 學攝影就是有這個好處 當你看到一個新奇的東西 你就很想去了解它 那這個非常特殊 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Logo櫥 什麼叫Logo櫥 Logo的意思就是珊瑚 那這種珊瑚房子 其實早期在海邊的居民 都會有這樣的房子 那因為很多都已經崩掉了齁 那之前我在哪裡看過 在澎湖的旺安 旺安有看到這樣的Logo櫥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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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听说那个刚刚这边的居民 大概跟讲这个 至少应该有六七十年的时间 那大家从摄影当中 我们可以学习到 这样子的一个历史背景 这就是最大的收获 这镜子这样讲的山湖 山湖下去做的 你看这全部都是山湖 一颗一颗全部都是山湖 我们的那个摄影高手 小编说叫我摆一个最漂亮 最帅的姿势 很难把 因为每个角度都还蛮帅的 开玩笑的 那个今天我们特地来 这个走访这个茅村 那得到的一个启示就是 其实来这边拍照 除了可以拍到好照片之外 来这边跟这些阿姨 婆婆妈妈聊聊天 其实是非常开心的 我讲了一个重点 我常常跟学生说 摄影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是从作品当中看到它背后的故事 那像我今天来这边也学习到非常多的历史 还有这边的典故 那基隆猫村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你们有看到最后面我就跟你讲在哪里 在我们基隆中山山路的仁安路 就是在基隆的仙洞岩的旁边 有看到最后的人才能看得到 那记得看完之后 要把我的作品分享一下 再点阅一下 那我未来下一站会去哪里呢 不告诉你 慢慢看你就知道 下一次我们再见咯 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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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面對他們皆知級生意時 U面中類的部份 繼續吹牛 Jmp哥 Web Ta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